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我们这个 podcast现在真的超快的进展已经到了 已经20多集了吧 然后我记得第一集是Yuki是那一集的嘉宾 然后哇时光飞逝啊 感叹一下那个时光真是走得很快 OK 所以我先欢迎Yuki 然后我们第二位呢 我们有请到的是以爱之名的筹委会副主席Nixon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就是这一次活动的副主席啦 然后我叫Nixon OK 所以很欢迎Yuki跟Nixon今天的到来 那其实我本身也是以爱之名的一个筹委之一 那我是宣传主的啦 那我觉得我今天蛮有资格可以来宣传这一个活动的 我本来是想要先等到Yuki跟Nixon在介绍过后 就是自我介绍过后 我才开始介绍以爱之名 数值他们已经提了以爱之名 OK 所以OK 很明显的我们这一次想要宣传的活动呢 就是以爱之名 那我们这一集的名称呢 叫做以爱之名为爱前行 也就是我们这个以爱之名的slogan 然后到底以爱之名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我先大概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它是一个 为期大概16天的一个活动啦 在这个活动期间 它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系列的活动 那最主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我们的慈善逸跑 这个是一个main的活动啦 但是除了慈善逸跑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以日营啊 幸运筹奖啊等等之类的活动 然后这个以爱之名的诞生呢 我相信等一下Yuki跟Nixon 会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目的啦 但是先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其实就是我们要以爱心为主要的意义 然后想要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至于怎样呢 我们就听Yuki跟Nixon来揭晓啦 OK so在介绍这个活动之前 我们先来聊聊 你觉得 你们觉得现在的社会 会不会跟以往有什么大不同啦 而且尤其是现在这一种 pandemic嘛 就是有COVID 所以很多经济问题可能会发生 所以会沦落到很多人 可能都会失去家园啊 甚至有一些人本来已经 在处于一种 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了的 的人都会变到更严重啦 so这些都是 我们觉得现今社会都有的一些社会问题啦 so想问一下Yuki跟Nixon 你们觉得最近 也是已经一年多了 就是这一年多来 这个病毒 这个COVID-19的蔓延 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社会有发生过什么问题吗 Yuki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关系 所以让我们很难去与人接触 然后也不能出门嘛 所以就也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导致这个经济有点不是很好 我觉得真的是你看到那个经济 就是带来很多问题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 以前啊 physical的时候 我觉得Yuki应该是 只想要讲就是以前 physical的时候 我们很多 可能要我们要捐献 我们自己爱心的时候 我们要发挥自己善良的本意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 比如说可能 可以到达那个13机构 对 对我们就很容易就可以去到 但是因为现在就是这个疫情的关系 害到我们那个爱心的能量啊 大大下降 对不对Yuki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现在有这个online的活动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可以让我们现在这个online的 爱心低迷的状态 又把它提升一点点这样子啦 这样子 Nixon你觉得我们最近的社会 有没有就是发生了什么 除了刚刚Yuki讲的可能爱心 人们的爱心不再那么的泛滥啊 之类的 还有什么社会问题有发生 比如说经济或者是贫困问题 或者是失去家园的问题 你觉得有这一类型的事情发生吗 有 就是现在疫情有问题 所以导致也很多就是商家 还是什么 就是他们的生意也被影响了啦 所以就会导致就是 他们也就是无法贡献太多 为这个社会贡献太多啦 因为他自己的那个生意也保不住啊 有些真的 嗯 那其实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啊 就好像 Yuki跟Nixon刚刚讲的 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一种状态 可能刚刚Yuki有讲到爱心 不再那么泛滥 其实也不能完全的怪现在 我们每一个人啊 其实其实 Nixon讲的对 就是我们自己都遭遇问题的时候 就真的是很难 很难再可以去想到说 要怎样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OK的事情啊 就我觉得大家也不需要太觉得 哦 我们是不是很坏 我们是不是很不好 就害到就没有贡献自己的爱心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 可能 哎 我们身为大学生嘛 我觉得我们大学生能做 就是举办多一点的活动 然后来让刚刚有一个女生讲的问题 可以获得一点点帮助 比如说可以带到一点点温暖啊 带到一点点爱心给社会 然后也 我们能力有限嘛 但是我们尽可能的 就是聚集大家的爱心在一起 然后聚集在一起 然后去帮助他们 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蛮OK 也蛮棒的一个方式啦 然后我也想从我刚刚这一番言论 就直接release去我们的 以爱之名这一个活动了 然后刚刚讲到嘛 它是一个为期16天的活动 然后它有引课很多不同的活动 比如说义袍啊 那些之类的 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丑委会主席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爱之名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举办 就是它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刚刚有讲到的爱心问题呀 或者是要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之类的呢 Yuki OK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以太来华文学会的名义 去举办这个活动啦 当然目的是为了推广中华文化 然后另外也是支持慈善机构 所以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同时 也能推广我们的中华文化啦 对 然后 我觉得很有意义 真的很有意义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这个活动是12岁以上的青少年都能可以参加呀 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活动的净利润扣除必要的经费后 然后就会全数捐给慈善机构 对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参赛者可以在8月4号到8月13号这个期间 使用我们指定的APP 也就是Nike Run App在户外完成5公里来追踪跑步情况 然后所有的参赛者都能可以得到T-shirt还有Meaders一枚 然后完成者可以得到电子邮件 还有电子 电子证书 可以换了电子邮件 电子证书还有定位礼品 哎呀给你抓到了 给我抓到了 电子证书电子礼品 但是但是对我觉得以爱之名就是一个刚刚有讲到吗 赋予充满爱心的一个活动 然后参与方式就刚刚Yuki讲的咯 就是你们其实只需要报名参加过后 一报名你就可以 就可以获得电子证书 电子证书是要跑完5公里啦 但是你Google你一报名了过后 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真的很漂亮很漂亮的衣服 还有一个奖牌是不是Yuki 对 当然如果你想要看的话 你可以去follow我们的IG aboutlove underscore tcs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很美的post 当然也有include我们的T-shirt medals 对 那个post是不是很真的很漂亮 因为我自己都蛮赞叹 就是我们Instagram的官方Instagram那一些poster 全部真的是很漂亮 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到我们的那个IG那边 就是叫aboutlove underscore tcs 然后去看一下到底里面有什么详情 所以可能我们今天讲的不是 我们不会把所有的详情都讲出来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参加 真的想要贡献自己的爱情的话 或者是想多了解 刚刚Yuki有讲到的奖牌啊 电子证书啊 或者是一些衣服的话 T-shirt的话你们都可以到那一边去看啊 然后真的真的这个 我觉得真的很帮助人嘛 而且刚刚Yuki有讲到 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 我们会把所有 真的是所有的净利润哦 真的会把它捐献给我们的合作慈善机构这样子 然后因为刚就讲到就是现在大家经济很低迷 所以我觉得这些慈善机构 他们都没有办法发挥到100%去营运他们的这个机构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可以透过这样子运动的方式 然后又可以了解中华文化的方式 然后又可以做爱情的方式来帮助这些慈善机构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 OK 谢谢Yuki给我们分享这个目的啊 还有参赛方式这样子啦 然后希望大家都有多多了解这样子 OK So 接下来的问题呢 我想丢给Nixon 去问一下 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慈善机构啊 净利润会捐献给慈善机构这样子 这样子我想帮我们的听众问一下你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慈善机构是谁啊 或者是我们会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帮助他们 除了捐献我们的净利润之外 Nixon 哦 我们的慈善机构啊 就是苏棒在野老人与儿童残障福利家园 嗯 哇好长啊 这个对 对对 这个很长 嗯 他是在USJ1的啦 USJ1 就是在 当然 他的简写是USJ1 Treat me home 对 对 我相信大家 对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会太去熟悉这一方面的慈善机构啊 但是 其实这个慈善机构它主要是收留一些可能无依无靠的老人啊或者是一些儿童都有吧 就是一些可能有一些疾病可能比如说唐氏症啊这一些真正的弱势群体啦 所以如何帮助到他们呢就刚刚已经有讲了咯就是我们呃会捐献我们的净利润 就是我们以爱之名所获得的所有净利润我们会把它捐献给呃这个慈善机构 然后呃可能他们也会用于一些日常用品吧我觉得其实这些慈善机构最主要最主要的开价应该都是呃 弱势群体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所以我自己是真的是非常相信啊就是就算哪怕那个数量只有一点点我相信以爱之名啊 一点点贡献也可以让到他们就是可能获得呃生活的更多的温暖啊或者是一些日常用品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啦 OK谢谢你先把我们介绍这个NGO然后接下来呢我就自己是蛮好奇因为你们是身身为筹委会的高层啦所以可能有一些事情我是不懂啦因为我是呃就是筹委之一而已我不是高层嘛 所以我自己想要八卦八卦一下问一下你们关于筹委这个过程的一些呃可能艰辛也好或者是一些android的事情也好这样子啦 OK所以首先就是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关于呃以爱之名这个活动你们是如何组织所有的筹委呃来一起 筹备这一个活动因为我也是被recruit进来了啦所以我自己也蛮好奇我觉得观众应该也蛮好奇的so maybe you can so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我跟Nixon开始去筹备然后去找各组的组长然后去询问他是否呃有这个能力或者有这个时间去担任这个职位 然后另外的就是其他的members都是会以面试的方式进来就是根据他们 他们的能力然后他们想要进的team然后去做出选择过后再询问他ok不ok进入这个team之类的对嗯所以其实说呃以爱之名是不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他的活动进行方式我其实我们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哎到底我们是怎么一群有热忱的年轻人啊如何组织起来然后在每一个部门 然后就尽自己最大能力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然后尽量散播爱心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部门其实都非常重要吧就是我们有可能说完是shipper可能也好像我的这种宣传组啊就每一个都非常重要啦然后因为我们也呃先来聊聊也是一个关于大学生的一个podcast啦所以可能有人也很呃疑问到底怎样去举办好一个活动这样子 so趁机趁我们在宣传以爱之名的活动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呃分享一下我们到底是华文学会太阳华文学会是如何组织呃活动的这样子ok so谢谢Yuki的分享那其实接下来呢我想要呃另外问的问题就是刚刚有讲到吗一些心酸或是一些androgen的事情 所以我想问一下Nixon呃在整个筹备期间那虽然我们的活动还没有到但是你觉得在目前为止整个筹备期间呃你们或者是整个筹备团他们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辛苦的事情或者是比较不顺遂的事情因为我相信筹备一个活动不可能是100%顺遂的嘛所以有没有什么不顺遂的事情呢Nixon呃是有的就是来他们会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我们的人手哦其实是来没有很多啦 如果讲真的就是整个筹备团只有来三十个这样子嗯啊所以吼就会每一组啊他们人就是组员跟组长加起来就有可能只是三四个这样子呀所以会比较做东西那边会比较呃因为工作量比较大因为然后我们这一次是以一个呃Facebook live这样子的方式去跑所以这个是呃算是要录一次影片 然后要剪辑啊然后要剪辑啊那种全部哦会很比较大工程一点呀所以人手方面是需要嗯有可能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班然后就有可能以后下一届还是怎样就需要有可能找更多人来呃在就是放放在每一个组啊呀嗯分配在每个组要放比较多的人手这样嗯然后过后就是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 嗯我们也没有的见面就算是呃呃就算是呃成为主席副主席还有我们的下面每一个team他们都没有就是因为MCO的关系也没有的出去就是呃见面啊交流这样子啊就认跟认识彼此一下的没有的互相就是了解了解这样所以吼我们会有导致就是有可能呃还不够的团结 嗯对这个这个是有遇到的一个少少的问题啦在我们的筹备当中呀会觉得有点纠纷有时有时也会有纠纷这样子啊因为觉得就是有可能他们的意见啊和我们的意见哦我们做我们做这样子哦他们觉得是另外一个啊这样子会比较好还是怎样就是这样啊 会有很多的比较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对方也不懂他们来每个人的心就在想就是来他们要怎样好啊嗯对但是我觉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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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online真的是会有他的问题啦 因为相比起physical我觉得onlinephysical一定会因为我们应该每一天都会开会啊或者是会面对面physical费这样子所以对彼此认识会真的会比较多啦然后online真的会面临这些问题咯就像刚刚 Nixon讲到的啊不认识彼此啦或者是不够团结啊或者是有些有些时候会有纠纷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些辛苦的事情啊一定会有啦因为不可能很顺遂嘛像我刚刚讲的然后我觉得这些辛苦的事情它都会转换成一个好的东西啊就是我们会学到新的东西咯就会 会知道说online这样子我们以后参加另外一个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应对因为刚刚先有讲到嘛就是我们有学到啊还是我们知道了呃原来不是这样容易因为你们也是第一次so可是凡是第一次啊我觉得很庆幸的是大家都呃经历了这样这些东西然后也学到很多新的事物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目标都很一致吧就是整个丑尾团丑团都是呃以爱心为一个目标然后去做 所以使到我们就算有纠纷这些东西很难免但是我们最后还是stick在一起还是呃完成了所有工作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这样子走下去啦我所以我觉得以爱知名的目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因为它非常有意义然后可以让到就算在这个online的环境还可以让它全部人凝结起来这样子OK所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分享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知道啊online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呃模式来进行event这样子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还是会做到的OK so um的分享so刚刚刚问了一些心酸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就要问一些反面比较快乐的事情啦OK我们不要这样低迷这样子这样伤心这样子我们就问一下哎在筹备的期间你爱知名筹备的期间有没有什么非常快乐啊或者是哎很有趣或者是会让你们觉得很满足很满足的事那我就交给Yuki来讲一下我觉得最满足的就是每个筹尾哦因为我觉得每个筹尾真的是很棒 因为大家都很辛苦因为不是每一个就是每一个筹尾都是一边要兼顾他的科业啊然后要兼顾这个活动然后不止这样有些筹尾他们还要like他们有教补习班然后又有其他club要处理就是我很真心感谢就每一位筹尾这样那么健守岗位啊因为他们的付出所以我们的活动才可以这样顺利的办到对真的很感谢嗯因为而且又是一个signature event哦而且是超级超级大的一个event啊我自己是这样觉得而且筹备时间也非常的长所以我相信嗯我你们应该也很满足就是大家呃可以虽然自己有私人时间还是什么但是大家都肯去付出还是什么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蛮令人满足的事情这样子呃私心再问一下Nixon呢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快乐啊有趣要满足的事情呃快乐事情就是可以呃是跟大家一起办一个这样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啊呀然后过后因为我是一定很久没有我从来呃中学form4当了学纪过后就没有来任何的办过这样子的event了啦然后自从就是来去年呃去年开始就是有参了华文学会就呃慢慢慢慢就是有加入进去来每一个呃就是活动啊去做筹尾啊还是什么这样子啊去找回当初办活动的那个热忱吧 对嗯真的我跟你讲办Event的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啊我跟你讲有心酸是一定有但是快乐我觉得会更大啦就是大家真的是一起度过难关啊这样子的成就感我觉得非常满办完活动过后的成就感哦对对对对现在办完活动就要去大习一堆了之类的对对对现在也是A班哦对我们要跟大家讲大家等一下听了我们讲哦好像我们已经办完整个活动了没有哦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活动呃报名的那个通道还在热忱 在热忱的进行中所以大家很好奇我们活动到底如何进行刚刚刚刚他们讲到的筹尾呃如何继续辛苦办了这个活动这个活动这个活动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的话拜托拜托记得一定要来报名啊OK zo在我们呃今天呃呃这是我们呃呃呃说我们今天呃呃现在要结束之前想要呃呃呃交给Yuki跟Nixon 然后我们另外也有举办 就是线上一日营 如果你们只是参加那种线下 你们参加过线下 当然是没有试过线上对吧 所以你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的线上一日营 然后个人票为五令吉 所以我相信如果大家听到 可能四十五令吉和五十令吉 可能会有微微的吓到这样子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保证这一些 是真的是物超所值的 因为只要你一报名 你就先可以获得T恤 跟Meader还有很多 就是那种幸运抽奖的机会 才是什么之类的 而且你跑完了五公里 真正track完用Nike Run Club track完的五公里 提交给我们之后呢 你还可以获得更多更多的 额外的奖励这样子 所以其实真的是物超所值了 OK So Nixon你有没有什么 想要补充Yuki 刚刚所说的一些promotion的话 还有就是 这个四十五块里面 它其实是有包括了 就是有运费已经包括了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这个慈善一跑活动 然后就是一人一点点嘛 一人一点点 如果越多人参与 这样就越多可以就是帮助到这个慈善机构了啦 对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踊跃支持我们这个活动啦 OK 谢谢你们 记得来支持我们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Instagram 输入 All about love underscore tcs 或者Facebook 以爱之名 All about love 就能找到我们 Yes Oh my god 我们很像在广告置入 但是我想真的想跟大家讲 这真的很值得置入 因为它真的非常有意义 OK大家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时间聊聊就到此一段落 然后 其实在慈善的道路上 我们从来就不计较数量 刚刚先生有讲嘛 我们不计较数量 但是 所以其实以爱之名 从来都不会在乎说 你们赶快来参加啦 好让我们可以筹到很多很多钱之类的 但是我们之所以会呼吁大家来参加 是因为 我们真的是一群满怀热忱的年轻人 然后希望以我们一点点 小小的力量 也能帮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 然后让他们减少他们一点点的痛苦啦 然后我觉得我们都会很快乐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要呼吁大家 记得记得一定要来参加以爱之名 然后如果你想要了解详情的话 我再自若一次OK 不妨到以爱之名的官方IG 全部小写 然后来关注我们 OK 然后在那边可以了解到更多更多的详情啦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先来聊聊 以爱之名为爱前行就到此一段落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